说完了综艺咱们再来说说电视剧 韩剧大伙都爱看 虽然呢80后90后再到00后 记忆中的韩剧明星呢多半都不太一样 但是有一位呢却是至今不变 就是宋慧桥 想想看你要是去和00后说起 当年的蓝色生死恋多半都要有代沟了 这样一位韩剧的鼻祖级女神 最近在新剧《太阳的后裔》里出现 居然还是美得一如当年 自打都教授和千宋一全分无数 来自星星的你火遍亚洲之后 韩剧市场却似乎再无黑马之作 然而就在大伙感叹韩剧都去哪儿了的时候 来自韩国KBS电视台的《太阳的后裔》 却在新年一时赢得了极其漂亮的《开门红》 剧情暂且不论 光这一幕男女主角擦肩而过的戏份 就已经让无数粉丝纷纷败倒在屏幕之下 35岁的宋慧桥冻灵脸美得不像话不说 退伍归来的宋忠基更是帅出了新高度 除了言之逆天的女医生和兵哥哥 时不时展现的浪漫清洗剧特质 也让不少看惯了韩剧虐恋的粉丝们 多了份浪漫与惊喜 继继继继续 要知道 乔美出演如此明快的角色 还是十二年前浪漫满屋里那个 爱跳三只小熊的蒙妹子 词曲继继继继续 写继继续 是功不可没 入屋两年不仅阅力升级 更练就一身好身材好本领 全世界军人角色更是游刃有余 对一一一一이죠 这里是海洋病院的领域 快点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